汐止国小校门口出来就是大同路 平时车子不少 只是在上放学时间 不少家长接送孩子的汽机车一停 往往就占据一个线道 甚至还出现并排停车 主外车流之外 担任导户的大同理理长黄翠华就说 有些车子都停到斑马线上 影响学童过马路实在不安全 我发现呢 这个在家长接送小孩子上学的过程当中呢 他会因为他停车的问题 而产生双排停车 甚至有的时候会停到人行道上 相当的危险 小孩子在上下学的时候 人数相当的众多 那在过马路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车子在接送孩子的过程 那你又挡到了人行道 那会在通行上面会更不顺畅 会影响孩子们在行的权力上面 有很多家长早上 送的小孩要到国小的两侧 因为他停车的时候 必须车门要能够开启 那常常遇到说 旁边有一些花台的部分 会影响到他车子的动线 不管是停车或是视线视角 那今天我们请相关单位 来做一个会刊 希望说把一个 斑马线的一个宽度的一个斜坡 做一个加宽以外 另外我们会设置一个 家长接送区 在接握成情之后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就邀请了 市府交通局 学校以及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讨论如何针对家长接送区进行调整 除了大同路312项这个大路口之外 在校门口另一边的家长接送区 也因为花台会影响学童 开车门上下车 导致车子都要停在比较靠马路 也讨论要一并进行调整 现有的花圃当中 我们会把它给改造为家长接送区 让家长在送小孩子的过程当中 能够更顺畅 孩子下车的时候也会更安全 这是第一个 另外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个人行道的一个斜坡 我们会把它改做一个改善工程 做一个更完整的一个 无障碍斜坡道 那一个家长接送区 因为目前上面有一些花台 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移植 让汐子国家和家长们 把小朋友送到国小 有一个比较安全又舒适的一个人行道 然后让这些家长和学童们 有一个更安全的环境 那预期啊 因为今天还有部分单位没有来 那预期会在年底 会把这个工程把它完成 将汐子国小大门左右两侧进行改善 至于靠近路口这一处的花台 也要调整 增加家长接送区的空间 让学童上放学更安全 也减少对大同路车流的影响 这场慧林汐子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